以往在劳工局职训中心都是以先训后用的模式 也就是说您必须得先受购职训之后再来找工作 但是这样的方式就业几率并不高 因此新北市劳工局在今年特别突破了做法 和65家的企业共同合作 总共提供了518名的职缺还有参训的机会 直接用训合一 依照企业人才的需求客制化的训练课程 劳工参训之后就可以直接禁用 这样的方式除了可以降低企业的职训成本之外 也能够提高就业率 为了找工作就业真才活动现场求职人潮络绎不绝 但很多人在寻觅工作机会时 经常会发现学非所用或者是食物经验过少 因此为了缩短学用落差 协助事业劳工学习就业技能 新北市劳工局今年与产业合作 推出用训合一计划 跟企业合作来开班的话 那几乎就是一个客制化的训练课程 这个客制化的训练课程 就会让很多的企业省掉最大的一个麻烦 就是这样招募的员工 他进来之后 其实已经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职训过程 也就是企业所需要的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 以往都是先训后用 训后就业率却不高 因此透过用训合一 结合65家企业提供人才职缺 直接进行客制化训练课程 不但能够减少企业需要在自行训练的负担 也能够提高就业薪资 并期许能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合作 永续推动这样的产训模式 65家的企业 直接就已经提供给我们518个职缺26个班别 那我们这个26个班别是个起步 我们也希望跟这个企业每一家都能够永续的来合作 新北市劳工局表示 会持续针对缺工企业规划 办理产训合作专班 并且提醒失业劳工要把握就业的好机会 赶紧报名参训 详细的课程资讯可以电架89692150 转分机2122到2128洽询 或者是上职讯中心网站查询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